哈啰,大家好,我們回來了,我是支憲 我是Debbie 欸,Debbie啊,今天我們要做什麼 她是不是說要採訪中國學生嗎? 啊,對對對,就是歪國人在復旦的街頭採訪啊 每次那麼健忘 好,現在我們去採訪中國學生,看看他們的看法吧,走 好,請做一下簡單的自我介紹 那我是來自香港的一九級新生,蕭泉谷 我是來自河南的一九級新生,炎華堯 然後,現在正在讀新聞系 我是復旦的數學院的測試研究生,二年級的王鴻杰 大家好,我是復旦精管實驗班的大一新生 我張家福,來自山東燕台 我覺得復旦的留學生都比較有趣吧 我感覺他們都挺有像,挺有趣 其實還蠻好玩的 復旦的留學生,我就是通過打球認識一些留學生 然後他們打球都很棒 然後,而且他們學習也很刻苦 平時都很忙,我都約不出來他們 然後,我覺得他們都挺有,挺有拼勁的 然後,挺好的 也沒有遇到什麼問題 因為,大家講的語言都是普通話或者是講英文 所以,都不會有什麼語言障礙之類的 如果就是有那些漢語比較好的留學生的話 就普通話就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如果他們不是太好的話 因為我,英語也不是很好 就會可能有,稍微有一點問題 因為我來這個學校才一個半月 技術留學生不多 但是,我們成功心理課上的職用助教和日本人 還有我的組長,馬來西亞人 他們的中文都說得非常好 然後,我跟他們共同沒有任何問題 然後,之前還遇到過一位非洲的旅學生 和他的法國的朋友 來向我去幫助,接受到微信 然後,他們的中文也說得很好 那一次就是上完課之後 然後,就跟一個馬來西亞的同學 一起去到附近吃飯 然後,就是那次是第一次見面 然後,就已經一起去吃飯了 就是這樣子 有一個外國的同學在我打球打了一半 突然用英語問了我一堆什麼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我懵逼了在那邊 然後,他突然說,你是不是聽不懂啊? 他用中文說,你是不是 然後,我覺得這個人挺逗的 去世還是從語言方面吧 之前,我去北區玻璃房取快遞 那時候,遇到一個很高很壯的一個非洲老哥 然後,他就問我 然後,他大約是個樣子 然後,我當時懵了 快遞Center 然後,我說 這就是Glass Horse 玻璃房 Glass Horse快遞Center 然後,就跟著 我當時也沒有反應過來 快遞應該怎麼說 他因為他所說的快遞 我也就跟快遞 然後,我們就焦慮一下 OK,OK,I know 這是Basketball Yeah,yeah,yeah 因為這是Basketball Basketball Basketball 快遞Center 結果,我們快遞Center 通過了好多次 就是他走了之後 我就直接扶著車的人笑 就非常有意思 多點接觸中國的學生吧 多點接觸中國的學生吧 我覺得他們都是挺好玩的 挺有趣的 希望他們能夠多多的了解中國 了解中國的語言啊 傳統文化之類的 然後讓不同國家的文化 碰脹出火花 因為我比較 比較對各種事物很好奇 比較想像是新的事物 就是我希望能夠 通過跟一些學生的交往 能夠一起合作 學習 能夠了解更多的外國的文化 了解一些更有趣的 就是看看這世界更新奇的一個樣子 然後我也會盡我所能 去讓他們幫忙和融入中國的文化 然後也會給他們介紹 我所在的 我的家鄉 我的土地 所發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歡迎來到中國 歡迎來到復旦 採訪了那麼多中國學生 我在八學園同學之間 發生過這麼多有趣的事情 對啊這也代表了復旦大學的多演性 就算大家來自不同文化背景 也可以很好的玩在一起 這也讓我越來越期待外國人 在復旦的決賽 咦?決賽在什麼時候? 決賽在11月10號 晚上6點在蔡冠生報告廳 到時現場不只有觀眾投票 還有抽獎活動等著你 那你怎麼取票? 這個嘛 就請關注接下來推送 裡面會有詳細的鎖票詳情 好 我現在就關注他們的公眾號 好啦記得關注馬來西亞學生會 和復興傳媒公眾號 我們決賽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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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